主要逻辑 当然我的逻辑是 把第一个 开启的那一个 做Copy 那特别说你会发现 它跟 这个是第一次开启的 这个是第二次以后的 可能2到13 两个最大差别是这个是Copy 后面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话表示说 它会开一个 所以如果第一个开是丁班 那它就会另外开一个空白的工作簿 那之后的呢 就是通通把它放在它的后面 所以 我要能够叫出它的名称 所以它叫全部嘛 就Workbook开启它的那个 那个档案名称 加上它的副档名 放在它第一个的后面 所以特别注意第一次是 产生新的工作簿 然后记得要存档 存档名称 I等于1 第一次才会进到这边 之后的就不会再进到这边 就不会再开一个新的工作 之后的话就把它放放放 最后都close close 最后的话记得怎么样 要self-change 大概是这样的 不过这种逻辑是 我用刚刚我做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当然呢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逻辑 像刚刚同学 写的另外一种逻辑是 先开一个工作簿 然后再把每一个都把它丢进去 不过呢 最后可能会多前面的预设 我记得 如果你开一个新的工作簿 它预设好像会开几个 开一个新的工 可以设在那个选项 不过如果你不改的话 好像是 一个嘛 对 预设一个 所以最后这个 再把它删掉 这样也可以 OK 所以最好当然像同学这样子 自己写的一定会最亲切 而且 比较也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用我的逻辑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看到当然也会比较亲切 而且喔 之前好像就是刚好卡在这一行 因为最后跑完了 奇怪为什么只有一个工作表 一直卡 后来发现啊 原来他一定还是要多写一个close 后面你如果没有加save change 等于true的话 那他就怎么样 他就不帮你存档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想很久 这个其实说真的 你看好像没什么 但是这背后可能要想很多时 而且写完之后 还要再做测试 OK 那这也是拼拼凑凑的 反正就是把你可能需要的动作 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 那有一些啦 未来如果有些步骤 你不会写没关系 你用录制剧集的嘛 然后参考一下 怎么写 再把它拼凑一下 有点像是拼图一样吧 或者像堆积木一样嘛 堆堆堆 你可能刚开始还是有一个轮廓 但是不知道怎么写 就是要try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把那个try的过程 全部 因为try的过程实在是太花时间 我不可能说一边上课 我一边try 一边上课一边try 说真的啊 大概呢一次上课就try一个程式就差不多 慢慢来嘛 可不可以 那也是可以啦 以前有些时候上课 比较时间长的话慢慢来嘛 反正没关系 你们想想看 画面切回去 想一想 对不对 大家可以再讨论 可是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就把做完的整个过程 直接秀给你看 那最后当然路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路径改成什么 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这个嘛 所以以后甚至有些程式啊 如果你觉得重要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可以复制贴上的地方 然后呢 直接把这边改一下就可以了 马上改好了 其实只要把s-pass那一行 改成上面两行就好了 确定一下那个 我们最后的那个斜线有没有 这样应该ok了 所以 试一下好了 理论上应该这样子改完之后 应该也就ok了 已经有了 然后把它 就是在浏览一下 这边 他会问我说 你的东西在哪里 VBA在这里 按确定 好 这时候就合并了 已经存在全部要不要盖掉 全部盖掉 这样子 ok 跑一跑 全部就合并了 所以以后你的工作里面 只要有需要合并的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城市没几行 不过 最好当然有时间可以自己再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有更简单的方式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呢 在那个s-f-s后面 其实也可以加上你要转换的格式 其实你合并或转换 其实它都可以让你转换成其他格式 所以你在s-f-s后面呢 就是s-f-s的程式上面按F1 它会跳出什么呢 这边会告诉你说s-f-s后面呢 可以加很多参数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是那个 叫做file format 这个file format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存成其他的格式 所以这边有个叫什么 一个参数的连结 这个连结里面的话 当然其中可以存成什么 存成csv ok 然后呢 可以存成 甚至 dbf应该现在比较少人用 以前 大概 很早以前是 最最常用的 不过慢慢的 现在比较 像反而csv 是比较一般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然后呢 可能有之前的版本 可能e-sale的 e-sale的95 97 这个格式 e-sale8 2003的格式 你可以存这个格式 其他的话 还有xml 不过xml 包含很多种规范 甚至呢 其他的格式 你都可以透过转档 另存新档的方式 可以做转档 那转档的部分 因为这个地方 比较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找一下 这边好像有提到 有关那个程式 怎么转成csv等等的 那这边的话 工作表存成csv 那关键的话呢 其实就是在file name里面 再加上你的format file format的格式 把它存档就ok了 最后呢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说 另外呢 我们底下还有提到 就是说 如果你要分割之后 顺便寄给那个 比如说那个老师的话 那前面我们有提过 就是说 在我们的假班 的这个地方 我们好像有加上那个 我们的清单 加email 那这个清单email 其实如果未来 你要抽 你要利用的话 其实也可以利用什么 outlook自动帮你寄信 那怎么怎么寄啊 比如说你将来 这个我刚因为删掉了 把它重新再加上去 清单里面呢 如果说你将来 要把它寄出去 第一个 你要先做outlook的设定 因为outlook呢 才能够帮你寄信 以色列本身是没有寄信的功能 那你要怎么去 你要利用outlook寄信之前 特别注意哦 你可能要自己设定一下outlook 因为outlook设定有点麻烦 这些东西啊 反正我想 应该各位不陌生吧 应该都有用outlook 只是说现在有没有 还在用 因为很久以前有在用 不过现在几乎都用gmail 比较少用 设定方法大概参考一下 如果说你将来呢 要利用outlook 帮你寄信的话 其实一样 可以用set 后面一个物件名称 这个物件名称 也是自己取的 create object 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如果要把 那个外部的物件呢 拿到Excel VBA 里面使用的关键字 一律都是用create object 后面的话呢 你要找出什么 这个物件的名称 OK 比如说outlook outlook.application 不过有的时候 有同学想说 那这个名称我怎么会知道呢 其实有个方法 你当然可以从工具里面的 引用项目 设定用项目里面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 像我那个 internet explorer 其实你可以从这里面 都可以找得到 比如说 internet 就是其实这里面 有一个固定的名称 可以可以让你参考 其实从设定用项目里面 可以找到那个名称 那outlook也有 OK 这里可能要自己 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设定好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这一个outlook 引用进来之后 然后一般寄信的话 就是说你要先新一个邮件 那你新邮件 它有个方法叫create item create item的话呢 那它从编号从0开始 这个有固定 所以帮我新一个邮件 那新一个邮件之后做什么呢 再利用那个 这个 这个新的邮件 里面告诉他 你要寄给谁 那我可以告诉他说 在甲班里面 点range range J2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储存格的email信箱 跑回圈嘛 一个人寄一个 一个人寄一个 你就是 那这边稍微改一下 然后 cc的话应该知道了 就是副本嘛 然后bcc的话就是密件副本 不过密件副本的话 就是我的email信箱 所以之前 同学只要有练习 回家有练习的话 我都知道 因为他会bcc 自动寄给我 有同学寄信来了 而且这上面讯息是 这是一封什么什么 他完全没改 就寄真的 真的 所以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这个可能就 教给各位回去练习 只要你照着操作 应该寄信 是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之前有 很多同学是寄成功的 而且这个还蛮好用的 你每天呢 只要把你需要的 这个 直接就寄给固定那些人的话 真的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很好用的一个VBA程式 OK 那最后的话呢 就attach 这边有个attachment 就是复加档 就是把那个档案给 不过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什么 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名称的话呢 就是在哪一个资料 哪一个路径的档名跟副档名 它就帮你attach进来了 那你可以假搬就可以假搬 倚搬就可以倚搬 那根据的是它的email信箱 那最后的话呢 把它send出去就OK了 但是我建议就是说 最后呢 你可能要再写一下 什么呢 让第一封信寄出之后 再隔个几分钟吧 或者是几秒钟 再寄第二封 你不要一次连续的 寄给很多人 因为之前就有个同学 他很认真 他真的试了 但他最后呢 他说他的email的帐号 被列为黑名单 因为呢 因为server上面 会认为说是异常 因为没有人动作这么快 你要寄下一封信 你不可能在 不到一秒钟之间 就发了第二封信 所以他会认为 这个是机器人 或者是一些病毒 所寄的 那他就把它封锁了 所以他跟他们 MIS讲说 我不是病毒 因为我是用VBA 寄的 那他MIS跟他讲说 那你请你下一次 寄信 你在程式里面呢 让你的程式 停个几秒钟 再去寄第二封 那我就不会办法 列黑名 因为server会自动 会去侦测这些事情 我也没办法改 所以他后来问我说 有没有办法 让程式跑慢一点 有没有 可以 就是今天讲的 就是那个IE物件里面 不是application.wait 空一格 now now 就现在的时间 加上time value 其实就那一行 你就把那一行 补在你要寄信 第一封信 跟第二封信 之间的地方 这样就OK了 他是 果真就OK 没有问题 他说这太棒了 就什么 其实很多地方 都是可以拿来 当成是你的资源 所以你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不断可以把它寄出去 但是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设定 在outlook里面有一个信任中心 如果说你没有去把这个设定的话 他会寄一封信 就跳一个警告 请问要不要寄 你要按一下4 再寄第二封信 又跳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信任中心关闭的话 他就不会警告了 他就让你一直寄信了 其实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那所以后面的话 我用什么outlook邮寄 给我个班级 给我email 那我就帮你全部寄出去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单元时的这个地方 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先试试看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在单元时里面 我有放一个如何批示转pdf 这个概念很简单 其实就是如何把13个班级 其实就是怎么样 假如说我们的需求是 我希望把13个班级 的资料 不是列印出去 而是变成13个pdf档 那以前你可能怎么做 打开一个椅班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另存心档 没有 这边好像有列印 我记得好像是用汇出 汇出pdf 有没有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功能 好像是从2010 2010以后才有的 所以有人之前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我的电脑没有办法完成你的程式一模一样 但是无法执行 就是2010的问题 OK 如果你不是2010以后的版本 那可能就会有问题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说 它这边有个 有没有 那其实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把这动作录下来 你先做一次 然后再把它跑回圈 就完成了 所以我大概做法是这样 一 我这边demo给各位看 因为我刚刚有下载了我之前做的 它的就是如何转pdf档 那我希望做的就是说呢 一 浏览目录 那我是直接怎么样 这个浏览目录是直接找到桌面上的VBA 那你会发现 这个目录名称 就自动放在这里 我没有建表单 你会发现表单比较麻烦 直接就在Excel里面 把 儲存格的B2 当成我的目录的名称 那转到哪里呢 转出按下去 一样也可以跳一个那个FireDialog 那我放在桌面上 帮我建议按右键 我自行新增一个资料夹 叫做pdf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边好了 按确定 那这边就是 变一个pdf名称 那多一个按钮是什么 转出pdf 按下它 不过它会询问说你要哪一个 我用这个好了 XPS 这个 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它就一直在闪动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 都把它转出变pdf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就看到 有没有 一般 它会用那个什么 那个pdf reader 帮我打开了 OK 那里面的话 所有的 Excel的档案 全部都变成pdf了 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那各位也可以参考 其实基本上 程式并不复杂 大概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其实就三个按钮 所以第一个按钮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取得什么呢 一样取得那个 有个无界面 有个 其实主要这个 一个来源是用 这两个其实都是fire dialogue 只是最后丢给谁呢 这个是丢给range的b2 那rangeb2呢 实际上就指的是 这个位置丢过来 这个指的是rangeb3 丢过来 OK 就这两行 所以这两行非常好用 就前面讲过的fire dialogue 然后呢 转出的话呢 其实也是跟前面一样 来源到哪里 那我把来源的地方呢 DIR找找看 找第一个 当它不等于空的 就是有档案的话 我做什么呢 把那个档案开起来 所以这边有个open 那我是利用什么呢 在active workbook 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workbook里面有个方法 叫export as fixed formator 后面type 等于pdf 但你这边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录制具体的方法 也可以得到你要 转出的这种格式 那其实最可能最复杂的地方 是在这里 叫filename filename的话呢 指的就是档案名称 诶 档案名称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这边有一个 express2 因为档案的名称 它是要有一个完整的路径 加上什么呢 加上档名就好 我记得好像不用附档名 所以 变成你要怎么 去切割那个档名 跟附档名 OK 所以这个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然后最后的话 那个displace alone 记得把它关掉 因为它会跳出 好像一个什么 是否是否 那你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那最后把它关掉 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很快的 帮我把那个 我需要转出pdf部分就完成了 那这里的话呢 如果 请各位试一下 在那个云端上面的 单元 10的部分 单元10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